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湖 沿着湖畔长堤有一座公园 也随之叫做东湖公园 我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 不过这地方明显比什么福原街都要好找得多 我黄昏前出发 在日头还没有完全落山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地方 时间还早 我沿着湖畔转悠了一圈 倒也没什么风景 现在已经快冬天了 到处一片蕭瑟 湖水中也铺满了落叶 连游人也是惺惺落落 湖畔有座长桥 而桥边有座凉亭 我走了一会儿之后 就选定这个地方 走进去坐了下来 东湖桥下 应该就是这里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 公园里的游人也慢慢都散了 天边升起一轮圆月 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 映在湖中 秋风拂过 月光在湖水中荡漾 看上去别有一番美感 这天一旦黑下来 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坐下还没有半个小时 很快 公园里的人就走了个干净 我深吸口气 静下了心神 只觉得周围静密一片 我渐渐警惕起来 摸了摸腰间的如意乾坤蛋 凝神往四周扫射几眼 随后 调动起所有的精神力 用念力观察着周围大约十几米范围内的动静 我现在的能力 大约也只能做到如此了 如果是爷爷在这里 我估计 大约这一片湖水的范围内 一切的变化 都逃不过他的耳目吧 时间缓缓的过去 我开始有点心骄 同时也有点后悔 早知道那家伙来得这样晚 我何必天还没黑透 就来这里等死 要知道 这等人的滋味是最难受的 尤其此时此刻 我是在等一场生死约动 时间消耗的越多 对我的状态就越不利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倒不如刚才在外面的烧烤大拍到 录点大肉串 补充补充能量来得好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九点了 心里越发的恼火 看来 我要吸取这次教训 如果还有下次约动 一定要来得晚一点 尽量的晚一点 反正像这种啊 没有具体时间的约动 只要不过了半夜十二点 都他奶奶的 不能算吃到 想着想着我就站了起来 雨鸡在这里啥等 我还不如去撸点大串 好歹吃饱了 再跟他干架 不过我正起身要走 忽然听见头顶上方 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你如果想很快死掉的话 不妨走出去 这声音骤人入耳 我心头猛的一跳 立马就把迈出的步子收了回来 手抚腰间 抬头鹤道 你是 梁厅上方一个身影翻下 稳稳地站在桥边 却是那个怪异的神秘年轻人 他双手抱臂 鞋椅在桥头 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看着我说 我早就来了 你这蠢货 真是太弱了 我现在觉得跟你约斗 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 我心中一沉 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 听他的意思 却已经对我下手了 怎么 我却一点都没有发现 我镇定了一下心神 试着查探了一下自己的身上 却并没有感觉哪里不是 于是 面露不须地说道 哼 像你这样猥琐的家伙 也只配鬼鬼祟祟地藏起来 躲在凉亭上面喝风 你以为你那点手段对我有效吗 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忽然狂笑了起来 你就不要装模作样了 事实上 我根本就没有对你偷偷出手 我只不过是在亭子上面坐了一会儿 看了看月色而已 你这可怜的家伙真是 哈哈哈哈 我不用愣了 随后就是一阵恼怒 这家伙原来竟是在消遣我 我伸手在腰间一摸 一枚破字绝已然在手 冷哼道 哼 多说无意 既然你定下这死约 那我们今天就来个不死不休 免得你再去学校里捣乱 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 可就不好看了 听我故意拿这事儿揶鱼 他倒也没有露出什么尴尬之意 只淡淡道 那些人不配让我出手而已 更何况是对付女人 我没有那样的习惯 他真是大言不惭 我立刻就想到了兰宁 想到了这事件中 所有受到伤害的女生 这叫从不对付女人 我冷笑道 哼 你说的好听 只怕是专门对付女人吧 既然要打 有几句话 我倒是想说明 你为什么要坑害那个女鬼兰宁 他神情略微一正 反问道 兰宁是谁 我直接了当 就是学校实验楼里的那个女鬼 你为何要盗取他的魂魄 他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什么女鬼 跟我何干 他居然还在装糊涂 我又冷笑一声说 好吧 就算这事你不承认 那么在山里 倦养山霄害人的是你吧 在村口小河 突叮铃铃铃铃下水的水鬼 也是你弄出来的吧 他这回回答的倒是痛快 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说道 这有什么 我做事自然有我的道理 该死的人 我从来就不让他活着 没想到你却屡次多管闲事 自以为聪明 否则的话 也不必让我大费手脚 我心里微微一动 他话里的意思 难道说叮咛咛他们都是该死的人 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他们是该死的人 他们是不是 也包括去年死的那两个 我追问着 在动手之前 我得先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废话 若是不该死 我才懒得理 反倒是你 既然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胡乱出手 更该死 他话音刚落 双手忽然扬起 两枚铜钱顿时飞上半空 在他的头顶 滴溜溜的乱转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他面带邪笑 双手再次结成法印 大段的音节从口中念出 煞时间 一轮皎洁的白光 从他头顶射出 如同天边那轮圆月一般 在他的头顶盘旋不停 我顿时惊讶不已 忙掐住破字绝 凝神待发 却见他一段口诀迅速念壁 大喝一声 月滑水静 言语浑断 随着他这一声喝 他头顶那一轮月滑 此时发出波的一声轻响 瞬间 月滑激荡 一大片月光 便蔓延开来 周围顿时明亮一片 我所处的位置 刚好是在月光蔓延的范围之内 当下急步跳出凉亭 甩手打出破字绝 也喝了一声 一发破 万发破 耻美亡凉 接破在前 破 其实我这是纯粹的 顺嘴胡乱喊的 爷爷教我的时候 也没说什么英景的口诀 只不过看他这招式 又帅气又拉风 不想让自己显得寒碜而已 这破字绝 着实也很是给力 一脱手便化作一道红光 如同炮弹射入了那一片月滑之中 随着我的心念一动 瞬间就在那月滑的中心爆炸 只听轰的一声 月光爆炸中 那大片的月光 被撕裂开来 片片碎落 我心里正得意 却不想那月光并不是食物 其实是一种 类似雾气般的东西 被这破字绝炸开 虽然碎裂 但是爆开的瞬间 反而笼罩的面积 大了不止一倍 这就好比是 往水里扔炸弹 会击起大片的水花 是同一个道理 我猝不及防 只觉眼前一阵明亮刺眼 那月光已经照在了他身上 还没来得及 仔细想着究竟是什么法术 心头忽然莫名的一颤 竟然急速的跳动起来 只一眨眼的功夫 我已经是一阵剧烈的心计 感觉整个心神 都被这月光包围了 我再也不能自已 亮枪后退竖步 靠在停柱上面 只觉一颗心 已经快要跳了出来 就连意识都一阵阵的模糊 这到底是什么邪术 我已经无暇去想 我集中精神 想要把这缕月光驱走 然而那月光就如同一张 无边无形的大网 在我的心头越数越近 那年轻人的邪笑声 已经响起 在这紧急关头 我忽然想起了 天书古话中的静静 忙努力聚起所有的精神力 拼命地观想着 古话中的自然静静 强迫自己把心神 从这月光中抽出 这办法果然奏效了 当我的心神 完全沉浸在观想古话中时 那月光的威力 就被渐渐削弱 就如同一张大网被撕开了口子 渐渐地终于消失了 眼前的一切 重新地又清晰了起来 我常常地呼出口气 甩了甩头 定睛在看 那年轻人 依然站在前面不远处 头顶月华 依旧盘旋 但眼神却是变得有些古怪 他看我醒了过来 忽然开口问 你这人好奇怪 你的证悟到底是什么呢 这句话却是问得我一愣 证悟 什么是证悟 我调匀了呼吸 摇头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证悟 但我今天一定会打败你 一定会让你说出所有的秘密 解除你所下的所有恶毒的诅咒 而你 也将为你犯下的禁忌 而接受惩罚 说这话 我再次伸手 一枚禁字诀 在手中出现 现在我大抵的可以确认 这个人 应该也是一个禁忌者 虽然不清楚 他究竟是什么人 但他已经触犯了禁忌 就要受到制裁 禁 乃是禁忌之起点 也是禁忌之终结 时间仿佛凝固在这一刻 我捏着禁字诀 一股莫名的力量 仿佛在身体内流淌 这一刻 我觉得我的精神力空前的强大 就连周围的黑暗 仿佛也在此时被驱散 我清晰的看到了那年轻人头顶的月华 原来那是一面镜子 如月轮般的一面古镜 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滑 在他的头顶旋转翻腾 他双手仍旧截着法印 面旁冷峻 始终带着一丝邪笑 目不转瞬的盯着我 仿佛也在聚集力量 我们没有人再说什么 所有的解释和对白都是无力的 这个世间的真理 有时候是要用拳头来诠释的 圣者为王 晋自觉陡然发出丝丝黑芒 如同黑色的电光 在符咒上盘旋缭绕 我知道 这才是他的真正原始形态 禁忌本就是来自黑暗中的力量 我抢先出手 晋自觉飞出 犹如一道黑色闪电 迎面向年轻人击去 若他果真是禁忌者 逼迫 那年轻人几乎在同一时刻也动了 他双手连续变化 一直头顶鼓劲 顿时一大捧月滑再次爆出 却不同于刚才的蔓延之势 而是化作一道笔直的光滑 直直的射了出来 看那样子 是要跟我这一击来个硬碰硬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一刻的碰撞 禁忌之力和他的月滑之力 瞬间对轰 但这一次却没有发出任何惊天动地的爆炸 而只是轻轻的发出崩的一声响 就如同一汪湖水中 置入了一枚石子般 紧紧荡起一丝涟漪 然而 这两股力量却几乎在瞬间交融在一起 黑白两色光滑 交缠盘绕 也不知是在驱离 还是在吞噬 在半空中顿时搅作一团 再看着年轻人 双手结印 面色凝重 指着头顶的骨径 在不断地驱策力量 姿势和神情就像电影里头 那些高手对决时候一样 而我 却是乍着双手 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有心也学着他的样子 给禁字学助威 毕竟人家是那么郑重其事的 样子 我总不能跟打酱油似的吧 不过 事实上 我还真不会别的了 除非这时候添乱 我再丢下一个破字绝出去 就是不知道那会有什么后果 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 湖边桥下 半空中 一团黑白交杂的光滑缠绕不休 白光的后面 一个年轻人奋力驱策 一脸势必要胜的专注神情 而黑光的后面 我是一脸紧张加茫然 双手摆来摆去 却不知往哪比划在好 有心想趁着这时候跳上去踹他两脚 却又下不了决心 这就是我作为实习竞技师的第一次正式战斗的真实写照 我纠结了片刻之后 半空中一变再生 那一团纠缠在一起的光滑 忙活了半天 也没分出个胜负 却红隆一声响 化作一团红色光焰炸开 黑白双色光滑 瞪时碎裂成片 如烟如雾般 缓缓地消散在了夜空中 我瞪时就愣了 怎么 这就完事了 我的禁字学 居然就这么被他给破了 这不科学呀 那年轻人 缓缓收拾站稳 深深呼吸 伸手把那枚骨镜收入怀中 死死地盯着我 低声喝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无所谓的耸耸间说 你不必管我是什么人 总之 你今天最好 把你做过的事情都说清楚 否则我是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 他再次邪笑 缓缓地说 不错 今天本就是不死不休之局 但我却没有想到 在这世间 居然隐藏着你这样的高手 想来 我们这些年在山中隐居 倒是孤陋寡闻了 不过可惜的是 你还是必须要死 他双手握拳 踏步向我走来 目光中流出隐隐的杀意 我心里暗叫不好 这家伙 玩法术没占什么上风 又要跟我肉搏了 这他娘的 我这是弱象啊 我也随即握拳 血玉斑指早已戴在手上 心想这一次 无论你是动作如何快速 我拼着不躲也不闪 也要给你来上一下 让你尝尝这 寒家进物的厉害 反正我这次前来 已经是豁出去了 光符咒 我就带了一搭 而且其中大部分 都是破字绝 少部分是进字绝 这配置 纯粹是为了来打架的 我心里暗想 如果这血玉斑指 打不到你 我就把这一搭子符咒 全丢出去 就不信干部趴下你 他走出树步 忽然嘴角上窍 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随即身体就像被黑洞 吞噬了一般 一阵扭曲中 便在消失不见了 又来了 又来了 又是他那一套隐身禁机 我深吸口气 脚下摆了个钉子布 已经做好了挥拳的姿势 确保这家伙出现了第一时间 我能一拳打到他那张 看着就欠揍的脸上 刚刚做好准备 下一刻 身后却忽然传来一声黑黑冷笑 我心头一沉 正要回身 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背后就猛的遭到重击 我亮翘的前冲树步 只却眼前一阵阵发黑 竟几乎要晕厥一般 不用暗骂这家伙卑鄙 居然跑到后面来偷袭 他再次冷笑 栖身而上 我也怒了 不管不顾的回身一拳横扫 直奔他的面门 但这家伙反应实在太快了 只一翻腕就牢牢的抓住了我的拳头 就是往下一拗 就要把我的手腕声声傲断 啊 一声惨叫 响彻夜空 我捧着手腕亮翘后退 只觉剧痛无比 机遇断折 这年轻人的手劲果然大的可怕 但这惨叫却是他发出来的 就见他跟我一样的姿势 也是捧着手腕连连后退 脸上露出惊骇的神情 大声说 你好卑鄙 我不甘示弱 也扼腕大骂 你他娘呢 才卑鄙呢 从后面偷袭 算什么好汉 他用力咬牙 不吭声 急忙去看手上的伤势 神情却是越发的惊骇 我明白了 刚才他抓着我的头发 必然是被那血液斑指的 尖刺刺中 所以才会是这个样子 我心头暗喜 这才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要不是你想着 扭断我的手腕 岂会自己中招 黑暗中 我无法看清他的手上 伤势是什么样子 但是看他的神情 必然是足以让他害怕 那血液斑指 是寒家的禁物 顾名思义 所谓禁物 便是禁止被使用之物 其中所含的力量 自然非同小可 刚才那禁字诀 如果是通过血液斑指的力量 用血骤划出 那么我想他根本无法破掉 自己也就不用挨这一拳了 他的身形已经摇摇欲坠 忽然抬起头来 满面都是浓浓的杀气 但那面目之上 却已然是笼罩了一层淡淡的黑气 我不有也是一惊 莫非这就是血液斑指的威力 忽然 他再次踏步向前走来 浑身仿佛都布满了杀气 他面孔上的黑气 随着他前进的脚步 也是越发的浓厚 就好像 他每前进一步 杀气就会中一分 而那黑气 就要随之加深一分 我下意识的缓缓后退 他的样子 此刻给人的感觉很是可怕 好像要入魔了一样 这个时候 我最好还是暂避其风 不要吃了没必要的亏 翻手间 一枚破字绝和一枚震字绝 同时捏在手里 如果他继续向前 我就打算施斩远程攻击了 绝不会给他近身的机会 我突发奇想 如果我要是绕着湖跑一圈 他会不会自己先趴下来呢 不过 他显然是不打算给我这个机会了 我正要转身就跑 下一刻 他却一声怪叫 纵身就扑了上来 那样子 就像是一头受伤发狂的野兽 我毫不犹豫 仰手间 就要制出破字绝 不管别的 老子先乍翻你再说 然而就在我破字绝将要出手 还未出手的一瞬间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不远处忽然爆出一道红光 硬生生的阻拦了 这年轻人的去世 我一愣 手上的动作缓了下来 随即就见一个苗条的身影 从黑暗中跳了出来 却是一个黑纱蒙面 身穿绿裙的姑娘 他伸手拦住年轻人 激道 大哥 够了 年轻人嘶吼道 承越 你别管 这是大猎杀 本来就是一场死亡游戏 谁也无法阻止 我再次愣了 大猎杀 那又是什么 优优独播 小人 大猎杀